我依旧清醒 喂 英哥 听到吗 能听着说 想跟您聊一下144免签的这个事 然后前两天 前两天 就是有一天晚上您直播的时候 不是说到这个 这些小米眼睛不大泡事 对你说 然后我这个月月初的时候 还跟我大学同学聊这个事 就是想看能不能在这个上面 去做一些事 然后挣点钱 然后正好那天晚上你聊到了 当天晚上是想跟你联一下的 结果那个 你直接说吧 你直接说你的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 他是做 我这个同学是做新媒体的 然后做负责拍摄什么的 这方面都还不错 然后我呢 我呢 因为是在北方 我前段时间也联过你做新动员的 然后我人肯定到不了 然后自己手里有点闲钱 也不多 十来万吧 这东西不是投资的 我就是想 但是前期也需要一定费用 设备啊什么的 我是有这方面的想法 我先说一下吧 然后我们大概听一下 就是首先因为他本来自己就是做这个自媒体行业的 所以说他在拍摄啊什么方面 也做得不错 然后呢 我有一些想法就是 比如说 因为这个政策的原因 会有很多国外的人来旅游 那首先有分两个 分两种 分两块 就是第一块是 首先外国来的人 我去算是接待吧 或者说类似于导游这种的 然后去做一些跟拍 他会 因为我人到不了 我在 因为我自己是上班的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 我手里有一些钱 然后这个钱呢 也就是相当于是投进去 然后就是挣点小钱嘛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自己提一些想法 什么的 纯扯带 听不下去 扯扯毒了 甩手掌柜十万块钱 想赶封口 感谢白瑞的浪漫言话 纯扯毒了 我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纯扯毒了 那我先聊一下 我这个想法 您听一下呗 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做嘛 就是首先一个就是接待 然后去类似于一个导游的事儿 然后但是呢 就是主要还是去拍视频 然后因为我们国内 大部分人还特别喜欢看这个 就是这种老外的这种 相当于是怎么说 那个反映视频嘛 就是这种旅游呀 什么国内的好好 好呀 什么让老外惊讶呀 这一类 这是在国内的方向 去做一些视频 去发 然后在国外的方向 就是同样的 我去做一些视频 然后宣传我们的好 或者是做一些攻略 就是两方面 一个是国内 一个是国外 然后这是 就是关于这个 媒体传播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呢 我自己因为也没做过这些东西 没想过这个变现 你这是平地大楼 地基都没想好 你这是平地大楼 地基都没想好 首先你接待客源从哪来 这倒也是一个问题 这倒也是个问题 第一步想客源从哪来 你要考虑问题 不是考虑四五六七八 你要上来就考虑四五六七八的 一看你就没创过业的 但凡创过业的人 抠的问题都是极其无聊 极其本质的问题 零到一 从哪来人 在研究你怎么把人接的好 从哪来人 先讨论零到一 再讨论那个七八九的 包括以后你出去 跟别人谈任何什么合作 包括直播间 你们所有人记住 出去跟哥们谈点买卖啥的 上来就跟你闹什么 有了人以后 咱就怎么怎么整的 全谈的是一以后的 先谈零到一 但凡谁要跟你说创业空手 咱们去做点啥事 掏多钱做点啥事 上来就跟你谈一以后的 哪管从二开始谈 都全是废话 就谈零到一 零到一你能做梦被 你再买卖成一半 那您觉得 就是这个客源这部分 应该怎么去做呢 以你这个启动资金 你启动资金十个 他应该还能拿一部分 但是可能也不多 两个人家起来 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个 不超过二十个 做MCN 简单吧 你要从个本质分析 这些老外为啥来 这些老外现在像极了 这些咱家这些润人大哥 往美国去 虽然说是性质不一样 但形式是一样的 咱家这些润人大哥去的时候 都希望每个人 都希望记录一下生活 到这为了记录 生活而记录吗 他在国内待八年 他哪不记录呢 他都奔着去了以后 想当个网红 说白老外像上这边来旅游 他天天互联网记录 他根本地他变现 你如何在国内帮他 以一个MCN的形式 帮他起一个账号 比如在老外叫啥名 这一集开始征集 他全程到中国 大概这144小时 能不能帮他起个号 能给他做到多少万粉丝 然后后面他怎么兑现去卖 包括你上来 你可以做这种数据 英文形式的数据 你直接扔到外网上去 抖音在中国有9亿用户 每天有一亿日活 每天的成交量 大概在多少折合 多少多少美金 他们这些市场 都是可以卖东西 其中进口商品 在保随仓有多少 你想不想拥有这样的机会 把你家乡的东西 拿到我们这来卖 如果前提是足够好的话 你还立一个爱国人设 足够好的东西拿到这来 我们也同样买单 但前提是第一点 我如何认识你 然后国内开放144小时免签 你落地了以后 我们有最资深的策划团队 给你去拍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有最专业的打卡景点 你那144小时有效利用起来 你到哪个城市 哪个地方去拍 能够足以震撼楼外的眼球 然后你的反馈 中国人他是想听的 我帮你去策划一个账号 然后这个人才会愿意 自费来去干这个事 否则的话 你机票又不给人免 这不给人买 你就空想接待客户 咔啥找你 英文你会 英文你不会 然后你还没有时间 你后面全是说的废话 对吧 那应该 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开始想的 在外网发的东西 就是还是 因为我也自己偶尔去看一些 我发现最近像那个 油管什么的 这种老外来中国旅行的 这种视频会有很多很多 也不知道是我最近看的多 还是他确实这段时间 这些东西多 所以我想的是 我要发的也是这个方向 但是您刚刚说的意思 就是我要发的 在外网发的东西 是类似于商业化的东西 就是你如何能了解到我 了解到我 认识到我 然后我能给你提供什么 对啊 我能给你提供什么 我能给你提供国内MCN对口 直接我让你直接在抖音上入驻 我直接帮你起号 全层帮你策划 后面帮你剪视频的 你看牛逼牛逼 你说的这么多 其实就是帮他注册个账号 然后外面花70块钱对接 帮他剪视频 三分钟以内一期 对吧 144个小时 你给他规划成12个景点 有吃的 有文化的 有玩的 有感受的 有人文的 你把这个整套流程给他做下来 然后你分别给他做12期作品 外网也发 国内网也发 涨多少粉丝 是他自己的事 对不对 你收多少钱 你收旅行社 该收的旅行社钱 旅行社以外的钱 就是你挣的钱 你都是包在里面的 他折合美金 只要他能接受范围内 他有啥不行 他尝试的 做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 你只要做成任何一个人 你做完了以后 他是溜着一圈 发十几个作品 一共就5000粉丝 你拿着做一个 起底的一个证 叫一个保底的展示品 但凡哪个人 爆了涨到十几万粉丝 什么五六万粉丝 这种 主要拿了就吹牛逼 就跟那个干签证的一样 恭喜王先生一家 那个白本金 拿到每千 什么这种的 王死吹 挣老外钱 还有啥的 那讲话有没有火的 确实有火的 来了以后 我们接待我们策划的 我们带他去看的 我们带他去看的 这些景点 甚至中国人很多都不知道 这才牛逼吗 你才给我看着 你包括现在我们讲的七七 记得吧 七七质感很低 七七现在整的多牛逼 他整的中国文化里面 这些东西好多 我中国人 我都得在他那学中国文化 你看他牛不牛逼 够不够深 够不够深 你能帮人家整到 那么深的级别段去 然后在外网 在国内引起共鸣了 他就能火 你就能包装起来 那你牵扯你的MCN哥们 到最后钱不 还是往你手里进吗 很低质感 对 大概懂了 否则你二十个W 我说不停 哥你把本地买个小中巴 你天天你给他开吧 你天天给他开吧 整个搞要搞背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长春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city Motherfucker 你这框框你给他背词吧 你有啥用你先 摔手掌 先好好合计 零到一去吧 你别忘了我 我这边 你怕我 你怕我 你看我 你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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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怕我